前肩没感觉 后肃练不大 看完哥们这几点细节 保证让你的小克肩膀酸的小呼 没空过来跟我走过大圈包 第一点 练肩一定要从后肃开始练 因此 因为很多哥们练肩 他前肃 中肃 感觉都找得很好 反而后肃 可以说是狗的感觉都没有 如果你先把前中肃练了一节了 当你练后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么后肃还没感觉呢 前中肃就开始酸了 难受 加上练后肃的动作 本身就不如练前中肃的动作 好找感觉 难受 练前期专注 难受 最后混着 练完后肃 我说的是你吧 所以 前练后肃 我不听话 第二点 肩本身就是耐受肌群 咋意思 打法王糟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你用大重量做到力极 这丝牙连嘴都上不去了 那就是没感觉 难受 其实不是只有你啊 大家都这样 所以练肩 你必须要忘记常规的八到十二次 不管什么动作 要么你连着做三个重量的地前组 要么你就连着做三个不同的动作 而且每组 最少做三十到五十个 我不信你 我算得想哭 没哭哭拉我 第三点 兄弟们练肩 基本都是前中速好找感觉 就是后速 狗蛋感觉都没有 所以给兄弟们分享两个 好找感觉的王牌 后速动作 你好好练啊 不练我快打你 行了 别